一年一度的馬拉松卜覽會 邁入第七年了 今年在花博珍宴館登場 那為期三天的活動 有非常多的民眾來到這邊 非常熱鬧 有什麼好玩的呢 趕快去喬一喬吧 歡迎來到跑者們的天堂 按照過去慣例 參加台北馬拉松賽事的選手 都會來這裡領取號碼簿和物資報導 許多跑步愛好者以及跑團 也不會錯過這場嘉年華 跟跑步運動 健康風格有關的攤位 從頭到腳用得穿得應有盡有 不管你是PRO還是業餘 裝備不能輸 透過檢測 還可以更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 大概是23公分左右 那你平常在買球鞋的時候 比如說你用這個看 你買靴子的時候 大概是買六號半 你是屬於中足弓的鞋墊 那你會發現這裡是你的瘦力 你的瘦部瘦力體 你好像是習慣是在這一支這樣 我們現在這個機器是 我們每一個人的腳都不一樣 每一個人都不一樣的足弓 那足弓支撐的概念是讓你 就是讓你在腳再往下踩的時候呢 它的瘦力是會比較平均的 我們常常會有腳部的問題 比如說像足體肌膜炎 或者是膝蓋的問題 就是因為你腳踩下去的時候 你的瘦力是不平均 那你可以想像就是 如果你在瘦力不平均的狀態之下呢 那它直接影響到的是你的腳腕 然後直接到膝蓋這個地方 除了身體檢測 還有許多體驗型的攤位 可以感受不同運動的魅力 火軟會上吃的喝的琳瑯滿目 面對馬拉松的漫長挑戰 運動前中後要怎麼吃 一路上該怎麼補充營養 對於選手來說 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賽前的部分我們會建議 就是做肌肉的補充 那運動的過程中 大家這個能量包的部分 就是有點像汽車加汽油的概念 讓我們的跑者持續有體力 可以去完成這樣的一個賽事這樣子 對 那過程中就是 有些就是補充電解質啦 或者是說賽前有一個咖啡因的部分 讓跑者會有所謂的爆發力 再加上六到八小時的續航力的部分 讓他可以很輕鬆 或者是說順利的完成這樣一場全馬 結束的部分的話 我們有開發一個就是台灣自己開發的 就是像這種大豆的分離蛋白 賽事頂級贊助單位 副方金控喊出 Run for Queen 奔向綠色 發起為跑者重數減碳的活動 讓踏出的每一步 都朝永續環境邁進 透過小遊戲 希望讓更多民眾認同理念 一起參與相關行動 在棋院板上寫下心願 以成為跑者們 每年來馬拉松博覽會 一定要做的事情 每一次邁開步伐 都是在和自己對決 透過馬拉松博覽會 民眾們更貼近跑步這項運動 也能更享受其中樂趣